在華人激愛鄉的香荷仔心目 第一次的紅苔 紅燒到五山 現在紅苔又又要來了 所以農民是很歡樂 因為我們已經補過一次 不能再補第二次 所以說農民也很擔心這個問題 後面下半年的生計怎麼辦 因為今天鄉下秋是供應 住10北地區最大三區 希望立金賀三郎為10天供應20棟 降到這次冷凍 那天然在海報大辦環境日期 可以清冷一次 農民今天一定是去聊聊 希望健康到三天 我們也希望說有更專業的單位 來針對農需菜這個延遲性災害的部分 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剛才這樣過年舊菜 回到牆壁 但是有160公斤的蚵仔 因為還沒到採收機 所以農民都在懷疑 但是如果剛才紅苔作成關於灰塞 蚵仔沒辦法吸收養分就會暖去 到底是收也不收農民 真難選到 記者總括報道